好 我們來做題目 這個是不用真的做計算的 有觀念就會做題目 有一個假車有個乙車 然後呢他的ST圖如陀所示 請問你誰的敘述是錯的 哪一個敘述是錯的 這理論上是不需要算 看圖就曉得的事情 OK 這位叫做 來 小老師大人 小先生3號 你的答案 喔 當然有啊 剛剛有啊 沒有 你說什麼話啦 沒有 沒答案 起立 選擇你那我就猜你了 沒有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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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豬我等一下問你 B C豬我等一下問你 這個表示假在前面出發 然後呢 對不起 假在後面 比較靠近遠點出發 然後 以在比較前面 比較遠離遠點出發 所以呢 出發的時候以車在假車前方 所以選向A是對的 他問我錯了就不選A啊 但是我要問B C豬 我要問B C豬 我要問B C豬 來看圖知道的 請問你 你用什麼方法可以告訴我 以車座等速度運動 你用什麼方法告訴我以車座等速度運動 10號 你用什麼方法告訴我以車座等速度運動 請坐 請坐 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一條直線代表一個速度 從頭到尾只有一條直線就表示他只有 一個速度 所以他是一條斜直線 所以他就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講過AT的直線代表速度 一條直線一個速度 從頭到尾最後一條線代表是只有一個速度 所以做等速度運動 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在P點的時候 假車比以車快 你怎麼知道在P點的時候 假車比以車快 我強烈暗示你答案 我強烈暗示你答案 就我剛才念的過的話 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寫代表速度 越大 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假車比以車快 30 小老師你還要繼續亂晃你的手嗎 坐下 坐下 P點做切切線 P點那個彎彎的線 假設 就彎彎彎的線去做切線 然後那 同一條 如果我是一條直線 切就是那一條 就是那一條 OK 然後呢 切線代表 順時 直線越斜 速度越大 你就發現 假的切線 藍色那條比較斜 比較陡 所以就表示 他的速度比較快 然後 乙的現在是變成 黃色橘色那條線比較平 就把速度比較慢 所以我在P點做切線 我就知道 誰的速度比較快 聽懂嗎 可以嗎 就知道比較快 下一題 他說回頭 平下來過 那 你怎麼知道 他說沒有停下來 是錯的 表示他停下來過對不對 停下來過 曾經要回 曾經停止過 然後呢 來你怎麼知道他停止過 你怎麼知道他停止過 有不同的方法知道 有不同的方法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停止過 選項說他沒有停止是錯的 他停止過 你怎麼知道他停止過 小女生 有不同的方法知道 有不同的方法知道 Number 11 11號 我怎麼知道他停止過 你說什麼 在Q點 在Q點怎麼樣 然後呢 他是平的 請坐 很好 第一個 原來 往正方向走 從0秒到T2秒 往正方向走 T2秒之後往後方向走 你本來往前走 要變成往後走 要不要停下來 當然要停下來 反正要停下來 你一直往前往前 在變後 一定要停下來嘛 所以 你可以往前走 不停下來變成向後走 那有可能啊 等速度一定直線運動啊 不要說等速度啦 你就往前走怎麼變成往後走 所以 一定會停下來 所以 你有要折返 一定要停下來啊 這是一招 這是一招 看圖知道的 本來往前變成向後 我就知道一定停下來過 第二個他說的那個方法 我在最高點做切線 平的 直線越斜 代表速度越大 平的完全不斜 什麼意思啊 我們前面講過嘛 平的直線什麼意思 靜止啊 所以他要做靜止啊 靜止啊 他靜止 沒有在動嘛 所以我就知道他曾經 停下來過嘛 我就知道他停下來過 OK嗎 所以我有不同方法知道他停下來過 可以嗎 可以 所以我就會知道他在最高點那一點 是靜止的 就是平的 平的 有嗎 有在最高點那邊平的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問題 OK